男子正在偷电线 被警方逮个正着 现场一片混乱 窃贼只有一个人 在挣扎也没有用 最后他乖乖就逮 这个地点是在高雄市 一处工地的地下一楼配电室 警方来到现场的时候 这名男子正在偷电线 整体事件之所以会东窗事发 是因为这名男子 在偷电线的时候 误检了台电的线路 造成交通耗制故障 因此吸引到警方的注意 有时警力进到地下室 马上就把他压制 当场人张巨货 查扣油压检电缆线一捆 价值大约是五万元 男子被一切到罪移送侦办 东森新闻在高雄的采访报道